文化编载员工大胜伟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有一天 我出去玩 旅游 我的书包丢了 我问导游 怎么办 导游说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我说 你叫我管我呀 你这干 出去 我发烧的时候 我妈过来一摸我 我说不要蹭我热度 你给我出去 你有病吗 没没没 我以前在海边 碰见过一个 叫什么一九分的那种 是吧 然后她一起的时候 旁边的孩子说 还怪 还怪 然后那个人 也是这么一甩之后 下那个海里之后 这头发一直在海边 这么飘着 飘着了 大老师 我是你的歌迷 我真是你的歌迷 我在那个时候 我在上初中 我在听花乐乐队 然后旁边一大哥哥说 你怎么听他们的歌 你知道大成蕾歌 又被打了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就是因为我老被打 后来我问人家 人家说你要下回被打 你就直接光榜子 跟别人干 后来给那帮痞子下疯了 他们说有一人 一挨打的就脱衣服 我问他哥哥以前染头发 就老问人家说 您这个染头发是 瓢完了头皮成 还说我爸看见打我疼 有一阵 因为我也那个 有一阵判过 然后我就有时候 他看网上老说我丑 后来那阵我就问我妈 我说我丑不丑 我妈说跟你说多少回了 出门别叫我妈 那儿的 大老师也是吧 我喜欢听话的女孩 我说你打我一试试 女孩帮给我嘴巴 我说多听话 我也跟我太太之前 说那种 故意过分的话 我跟她说 你看这个姑娘 是不是挺好看的 我想看看她什么反应 第一天 没看见任何反应 第二天没看见 第三天我眼睛呢 稍微消肿一点之后呢 就看见了 父母总是说 你到什么岁数 就该结婚是不是 平均岁数应该平均结婚 那平均年龄就该死 对不对 但是不应该的 我以前带我女朋友回家 我妈跟那女的说 要么你再想想 我这空啊 这个能取消吗 你打电话问 打电话问问 什么玩意儿 我要复活的是 广告之后不要回来 没有 我在没碰见您之前 我一直以为 张曼玉是世上最好看的女人 碰见您之后 我发现是蔡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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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每次看到王一博的眼睛 都觉得非常的迷人 因为她眼里有我 一个司机二十年前 在上海 然后我一上去 就说 你是来哪的人啊 我说我是北京人 哦 来我们大层寺看一看 长什么样的都有 穿成什么样的人都有 学什么的都有 还干什么的都有 这不就是大街吗 大街的那样 这俩像是 大老师觉得自己脑最有病 我 我 我的草原 我的马 我想怎么耍就怎么耍 然后 我有什么病 我没有什么病 你的病就是脑子给装个太多 乱七八糟的破玩意儿 拒绝黄 拒绝牛 拒绝黄小牛 黄小牛还行 为什么突然这么可爱 黄小牛 这个这个是什么梗 没有梗 就是梦灯其妙 说这个 这种虚拟方式 它叫做你在干嘛 然后 但是就是挺好玩的 你不就拍在这个上 对我就拍在这上 对我就知道你耗着一口 你看看 哎呦 同期总好 谢谢 当然伤心了 我特伤心 我连慢歌都不听了 因为伤心的人不听慢歌 学芭蕾 学芭蕾 王建国学芭蕾 王芭蕾 什么 水平太高了 真的是 阿姨 对啊 我也是一个阿姨啊 我最喜欢阿姨了啊 我写歌都是阿姨 一直都单身 嗯 YYDS永远单身 对不对 他以前讲这段的时候 就很凶狠 对 因为他特别毒嘛 脱口秀特别毒 一直毒秀 对不对 其实我跟你说 我是重度抑郁者 你是抑郁风情吧 抑郁风情 叫什么 你怎么那么好笑 因为长得此言差译 真好好笑 就是在所有新 亲爱的朋友里 老演员最不想碰到的 演员排名 他排第三名 怕他打人还是 还是很厉害的 我喜欢他的节奏 他特别稳当 而且合适他的年龄 非常豪大 他只是看着了 是挺好笑的 是挺好笑的 你为什么那么好笑呢 你刚刚出来 我就想笑 为什么呢 颠覆 颠覆 当年接生的护士 也是这么说 这孩子长得 但是 但是 咱们第一个就救了的话 后边那些朋友 会不会 咱们就 对啊 因为我们只能 好人换人才让你给当了 对啊 我们只能就一次 因为王免很危险 这不是吧 三总怎么办啊 这期就过了 没有人了 四个 那后边人怎么办 明年见 CEO 拜拜 快年一时快年哦 回家了 回家了 再见 拜拜 那你要这么说 汪峰那歌也都是那样啊 生命就像 一条大河 我不是一里傻子 也不是一里能能 他不是 他这个 他这个 他也是个 他也是个河南人啊 你看 这么写歌都是这样 你碰见过那种 双刀剪头发的人吗 双刀 我不能够双画眉 双手画是不是 对对对 画完眉之后还吹水 还放进去这种 对 我的天哪 看那感觉 这就是天花板呢 每回都要转三线 第一回转错 那个 那个我那太有感觉了 因为我被转的太多了 我都在脑海里了 我以前破解的方法 就跟他一块嚷嚷 他一转 我说 好嘞 然后就 再来一个棒轩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那种瞎起哄 但是他这个能想出来 自个儿哄 哇哇哇 就感觉我特别来自 对 这很厉害 他上一季的时候 也是上来就是非常强 对 我从来没想过 他一米六 他在你心里的 这个 是是 形象非常高 是是 气场一米八 对对对 人一米六八 躺着看啊 这样啊 不说脱口秀的时候 我还喜欢钓鱼 网络音源 一线签 钓的不是这个鱼 钓鱼可是门学问 这绝对是骨灰级的钓鱼 当然 你也不会知道 下一秒 哪条鱼会上钩 生活处处皆有港 来小红树APP 标记你的幽默生活 喂 朋友们 你们好吗 真的是太难了 太难了 这两条鱼翅都没有睡好 昨天晚上 我给旁边打了个电话 我说缅哥 你是大王 你教教我 就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旁边说很简单 你就在你的段子里面 加一个乐器 我说加乐器 那叫脱口秀吗 他说你只要好笑 你就是正宗的脱口秀 所以今天呢 我给大家表演一段 像黄西老师一样的 正儿八经的 美式脱口秀 我就一上台 朋友们 你们好吗 真可以什么都带 太过分了 怎么开始干这种事了 还有玩笑 我怎么会用这种 下三滥的手段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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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的生活 我最近回了趟老家 好像我家里的叔叔 舅舅们 都喜欢养一些非常小众的东西 比如他们特别喜欢在脸上 养一根毛 这有个大指是吧 上面有个大长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感觉这根毛 就是我们家的十毛 我说我给你剪了吧 他说我这个不能剪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这个呀 叫长寿毛 剪了就会死 我说哦 那我怎么更想剪了 我说你 其实我从小就特别害怕 我们这帮亲戚 因为小时候 我家餐桌上要是出现了三个 或者三个以上这样的亲戚 那我就知道 完了 今天八成 是要表演个才艺了 我妈是不会放过我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八岁那年的春节 那天我吃饭吃得好好的 我妈突然来了一句 来 正好 那是什么 给大家表演一个才艺吧 我印象 为什么 没有人通知我呀 后来她明白 我妈的这个行为 她的学名叫献祭 要想让年夜饭的气氛达到高潮 就必须献祭一个小孩的所有的尊严 献祭 我能怎么办 我一个祭品 是吧 我说那个我也不会什么的 给大家跳一段广播体操吧 然后我就站起来 当着十几个不太熟的亲戚人 他说一 二 三 家门亲戚看我表情 我都是 你想好啊 你要不你来歇一会吧 还是让你那个小妹给大家表演个才艺吧 我就想我小妹比我都小 他就表演什么 愿意演保健操吗 只见我小妹优雅地站起身 打开了钢琴盖 演奏了一首卡农 卡农 我广播体操他卡农你知道吗 我当然就这么不明白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公平那张比赛 为什么用乐器你知道吗 然后我妈又带我去报了一个兴趣班 然后就学习快板 不是因为我们家热爱取义啊 纯粹这个东西方便展示你知道吗 我说妈大年三十年夜饭 我在这打快板 是不是有点像要饭的 妈说没有关系 气势上不能输 之后的春节我就很忙碌了 因为我妈会带着我 去各个亲戚家去巡演你知道吗 我的时候还有感场 我真的说那段时间 我收压岁钱 我根本不含糊 我觉得根本就不是压岁钱 这个叫为内容付费你知道吗 我出卖尊严 你收获快乐 但我不知道我妈怎么回事 就一有亲戚给我塞红包 我妈就出来跟人家撕吧 妈就出来 跟李淡似的你知道吧 有的时候他撕不到激烈的时候 他特别像是一个 在菜市场跟人吵架的rapper 正常rapper前途是这样的 正常rapper是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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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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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给孩子钱 你给钱干什么 你给孩子钱 他不能要你钱 他这么好啊现在 有的时候他们撕不及了 你根本听不懂 他们在说些什么 给孩子给孩子给 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就吵起来了 有的时候我妈为了撕吧 不要你的钱啊 甚至还会对你恶语相向 真的 去年我记得过年的时候 我三舅给我包了个红包 三舅说 来 小舅来 三舅给你包 不对 三舅是这样的 来 小舅来 三舅给你包个大红包 这就是我妈突然就过来了 哎 哎 你个老光棍 你刚离婚又没有工作 你给什么钱你给钱 我三舅一听 给孩子又不是给你的 给孩子给孩子 我孩子考听好 你孩子啥也没考上 你给什么钱你给钱 大过年那不是喜情吗 喜情你家狗都死了 你还给他喜情吗 大年三十的晚上 我三舅为了给我五百块钱 蹲那儿哭了一宿 你知道吗 长手毛都哭掉了 你知道吗 后来长大我才明白 我妈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她就是刀子嘴电巨星 这就是刀子嘴电巨星 我妈就是大逆灭亲 大逆灭亲 还有一个 谢谢大家 我是贵河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郭德豪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职场 我真是太讨厌职场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好像人一进入职场 他的废话就变得特别的多 你们看过公司的微信群吗 只要领导在里面发一条消息 或者发一个链接 下面就一堆废话 是吧 领导发一个链接 下面 说动 鲜花 大拇指 拥抱 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 嘿哈 有病啊 这帮人发废话的速度太快了 我怀疑这帮人根本就没有仔细看过领导发那个链接 他都没有点进去 我特别害怕有一天 领导在群里发一个家里亲人的癌症的水滴筹 下面一群人打拇指 嘿哈 我现在也是职场的老油条了 领导发什么东西我根本就不看 现在群里只要一有人发大拇指 我就跟两个大拇指 我就管上 后头发三个大拇指 打你 整个公司没有人说真话 人人都在发大拇指 这公司的企业文化就是 令人发指 我讨厌职场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的工作废话也特别的多 我之前的工作是一个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主持一档家喻户晓的节目 电视购物啊 有朋友看过电视购物的吗 有 现在来一些老年的朋友吧 电视购物废话太多了 我每天介绍产品要说无数句的废话 什么灵者堂 无添加 非而不逆有回甘 现在看到迟早就入口即化 看到喝到我就欠你的一心皮 有一次卖冰淇淋 我一上台我直接脱口而出 我说哇这个冰淇淋真的是入口即化 领导一听都懵了 我说好 你在那扯什么蛋呢 跟那儿 冰淇淋它不入口也化呀 化在嘴里什么感觉 快来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小说花在嘴里花在嘴里 欠人心皮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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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其实我也不喜欢说这些老词是吧 我也要说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形容词 是吧 比如哇这个冰淇淋真的是 绝绝子 YYDS 但是不行 因为我们电视购物什么都卖 哪天我们卖个圣宝片 您吃完这个保证您绝绝子 因为节目受众的原因呢 我身边已经没有什么年轻的女孩了 我身边都是一些六七十岁的阿姨 那段时间年轻的女生对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我只想做周老年妇女心中的李佳琪 但李佳琪那一套是没有办法让阿姨们下单的 比如李佳琪会说什么 李佳琪会说Oh my god 我就不能用 因为阿姨听不懂 我就给翻译了一下 每一次我想表达感叹的时候 我就会说 我的个娘嘞 我的个亲娘嘞 李佳琪会说宝宝们 宝宝们我也不行 我的宝宝都快四世同堂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李佳琪是Oh my god 我的宝宝们 我是我的个娘嘞 我的老baby 可能有朋友会纳闷 为什么电视歌舞都动得浮夸 很简单 卖不出去商品 我们就只能开始演小品 接着有一次我们卖了个眼霜 号称一次体拉面容瞬间紧致 皱纹立刻消失 为了证明真实性呢 我们请看了一位青春亮丽的模特 这个模特呢是个六十多岁的阿姨 我大胆在旁边 来朋友看一下啊 阿姨脸上这不是有皱纹吗 我们只要用这个眼霜啊 轻轻地这么一提拉 这个阿姨瞬间心领神会 我当时想货着就是穿去变脸了 就是 阿姨发现不对啊 就算你眼睛瞪得再大 你也会累啊 是吧 那怎么能保持得这么持久呢 我上去摸了一下 我发现他抹的根本就不是眼霜 他是为了节目效果 在阿姨脸上抹了半瓶胶水 我说那你这谁提拉谁紧致啊 是吧 杀皮狗一提拉 柴犬 是吧 呦呦 曾益一提拉 曾益渴了 你也得尾巴溜下来 弹总说 那我也想提拉一下 来 李弹一提拉 不提也罢 节目真正四十分钟 那个阿姨怎么一直被沾呢 沾得跟个门神似的 全成谁的小眼睛 没有看老师 什么 当时我就说不了 当时电视直播 我差点笑出声 什么 那个旁边那个搭档还问我呢 郭忍浩 你就说这个脸双 年轻不年轻 我说轻不轻 我说不知道 但年是真的年 谢谢大家 我是观察豪 谢谢 大局观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以大局为重吧 大局为重 我相信这也是你找我的原因 放心吧 有我在 你真的不用我点头 我对难受 可以 还行 这就是看死亡金主 来我 郭老师 债还的怎么样 正在收尾中 快差不多了 你不会点头不方便 其实可以把上半身 整体用起来还可以 我跟卢老师最近特别熟 我们已经快成为好朋友 老夫老妻是不是 恶人的月子 恶人的月子 这个节目是有 特别有这种CP传统是吗 每个人都要往上靠吗 也别 我跟卢老师也塞不出来 他刚刚这一段全部剪掉了 哈哈哈哈 他真受伤了吗 哈哈哈哈 他是不是不应该笑一段 他该笑嘛 哦 他是真的骨折了 感觉是故意 以为是故意的 以为是故意的 大家好 我是曾毅 大家一上来就笑了 腿怎么了 前两天啊 我跟林花在排练 摔了一跤 哎 主办方啊 特别紧张 跑过来一看 我的腿骨折了 林花呢 挺好的 主办方就说 哎 太好了 东方春旗 没有伤到要害 还可以接着眼 那今天呢 为什么 我一个人来上节目 因为啊 刚刚我跟林花 在那边啊 有个演出 我的部分呢 早就唱完了 你看 我就来 跑个通告嘛 很开心啊 今天能够来到我们 脱口秀大会 今天的主题是 不上班 行不行 我的答案是 不行 打着石膏 都要上啊 就像今天 我来讲 脱口秀一样 一开始 接到导演 组的邀请的时候 哎呀 紧张得我 话都不会说了 导演说 真意 我说 啊哈 有没有兴趣 来讲一段脱口秀 我说 啊哈 就你一个人来哦 我说 哦耶 哦耶 最近呢 我拍了一些短视频 大家很喜欢 开始关注我 哎 我确实挺适合这些 短平快的东西 早期啊 在凤凰传奇呢 我没有存在感 你看 不相信啊 大家还记得一首歌叫 自由飞翔吗 对 这首歌呢 很特别 一开始啊 就是我的词 我整整 drop了六句啊 然后林花 才开始唱 她一开口 就对我的灵魂质问 是谁在唱歌 这也太好笑了吧 刚才说到工作啊 现在的年轻人呢 对工作的态度啊 是什么呢 拿多少钱 干多少活 多干一点都不愿意 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 收入跟工作量 不成正比 我也一样啊 不过 我跟大家是相反的啊 但是啊 我觉得在职场中啊 不要斤斤计较 钱多钱少 不是最重要的 多干一点呢 也未必就吃亏 这么多年啊 我都是这么劝 我的搭档林花 不要单飞的 我们以前 经常开会 就开到凌晨两点 然后就去排练 那个时候 哪有什么正经排练场地 找一块空地 就开始排 一排呢 就排到早上六点 本来是我们两个人排 慢慢的 这人怎么越来越多 很多大爷大妈 自发的来跟我们办舞 对于我们来说呢 每一个 不曾让大爷大妈 起舞的日子 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我们呢 从来也不敢松懈啊 就是希望 给大家呢 多带一些 经典的作品 今天 我就给大家 带来了一些经典 经典有机奶 每百毫升 含三点八克 原生乳蛋白 听听 这含量 多高啊 比我的歌词含量 都要高 当然了啊 除了经典的奶 还有经典的歌 今天呢 我难得 自己出来上个节目 肯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给大家独唱一首 要不要 要 安 我 在那一边长茫中 一个人生过 看见愿望天国 那俱灿的烟火 很狠一彩 秀秀 秀秀 是谁 这是我 是我 我以为真的一个人来的 你会从到那种地步 你会从到那种地步 慢慢长夜 一路很方 岁月曾流过 在那岸潮人海 祝你也在沉默 和我一起漂泊 到天涯的角落 在你的心上 春游的飞翔 灿烂的星光 永恒的上阳 一路的方向 想要我欣赏 遥远的边疆 随我去远方 林华 你怎么来了 今天是我客人的Solo 我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 被只出现半分钟的人 分走一半的钱 是什么感觉 你也别不爱听 多干点活 而不吃亏 谢谢大家 我们是凤凰陈琪 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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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我是Rourke 对于第一次见到我的朋友 我有必要跟你们解释一下 我不是天生就这样 我受伤了 我是因为跟这帮脱口秀演员 打篮球伤成这样的 没想到吧 现在喜剧演员压力都这么大 而且你知道 喜剧演员是不会停止跟你开玩笑的 我刚受伤的时候脚肿得特别大 然后这帮人围上来 建国说 哎呀 你这脚 总得比你拱二头鸡都大了 池子说 哎 没事 你这脚踝它就是长大了 淡淡看着我这护具 哎呀 你新买这凉鞋不错 只有飞飞老师特别好 一点都不嫌弃我 非要拉着我去蹦迪 医生说我是丝脱性骨折 我也不知道会恢复成什么样 但我还是有行动能力的 我刚才还自己去了一趟卫生间 在里边哭了半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 真的不要总是真第一 对吧 真来真去 很危险 您不觉得人生往往就是这样吗 当你跳得最高的时候 你会忘了自己还要落下来 而且还很有可能会踩到别人脚上 那本来这一期我就打算休息了 对吧 我觉得老天爷已经在暗示我了 暗示的也比较明显 对吧 那 但是我在床上躺了两天 我发现 我真的还是很渴望 站在这个舞台上 哪怕只有一只脚 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 完了 我肯定不能再参加节目了 毕竟前两期我录得还不错 他们说如果我能继续站在这个舞台上 那就算是一只脚已经踏入娱乐圈了 那我受伤之后想到的第二件事是 我可以讲我腿瘸的笑话 比如说我最近喜欢上一个姑娘 但我一直没有联系她 因为我现在真的不想追任何东西 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拼的人 我也不想争什么第一 我只是想做到我所认为的一个喜剧演员的标准 可以勇敢地对一切痛苦开玩笑 对吧 我们常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但我觉得真的没必要比惨 对吧 我不想告诉你们我有多惨 我不想告诉你们 我在一条腿上卫生间的时候 看起来有多像一条哈士奇 我也不想告诉你们 这个破凉鞋穿起来有多费劲 我要撅在那儿花十几分钟才能把它穿好 穿好了才发现 我忘了先穿裤子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我觉得喜剧改变了我看待痛苦的方式 我受伤之后反而觉得自己更乐观了 你看我现在干什么 我都是蹦蹦跳跳 特别欢乐 而且我现在再不怕地铁里人多了 在我看来 地铁里根本没有人 只有还没让出来的座 你想他人再多 不都是给我站座的吗 如果有人不给我让座 我就会用我道德的双拐 处在他面前 处到他灵魂的深处 谢谢大家 今天真的特别棒 他每一场准备的段子 他之前都要去开放麦 酒吧的开放麦去练 然后我们这一帮演员 就还得把他抬过去 他那个腿其实挺严重的 他跟韧带都断了 他还能这样坚持表演 还拿这个事当搞白聊 这是真正的脱口秀精神 很了不起 真的太金了 为了上节目 实在想不出来能说什么 对自己下这样的毒手 我下的 我下的 来猜一下Rock的票数 惊人的167票 厉害了 零点就没了欢呼 你最棒 欢迎大家来到由VIVO独家冠名的 VIVO 又说错了 VIVO 欢迎大家由VIVO独家冠名的第二季吐槽大会 吐槽是门手艺 校对需要勇气 我是吐槽大会的主持人 张二高 欢迎大家 是的 是我 我又回来了 胡范三 你们以为还会是谁呢 还会 谁能比我更适合主持吐槽大会 我就怕有人说 撒背你 所以我为了增加自己的槽点 我专程弄折自己的左腿 对不对 谁能比我狠 为这个东西 拐刀拿起来了都 让故事站一会儿 我小时候就知道易能静 你看你们不相信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易能静有一个组合叫非英三叔 非英三姐妹 这三姐妹时至今日还把自己叫做少女的 只有一能静 好 干嘛 四十八了 真的 你干嘛不去参加那个少女组合S&H四十八 对不对 他们靠的是人数 你靠的是岁数 知道我们吐槽大会第二季要开播 不少明星送来了花篮祝福 而蔡国庆不一样 她送来了自己 蔡国庆 行走的花篮 流动的祝福 还有戴军 欢迎戴军 戴军当年主持过一个节目叫超级访问 很多人看过吧 当年也算红遍大江南北 而且很多年 节目做到什么程度呢 就几乎娱乐圈 当红明星都上过他的这个节目 比如我 你们鱼什么鱼 我也主持过很多节目啊 对不对 比如今日说法 我主持的今日说法这个节目 就不是谁都能有资格上 除了献哥 对不对 献哥这些年 当被告 生孩子 做LED 又破产 却依然活跃在舞台上 各位 她是为了观众朋友们吗 不 她是要向债鼠们证明她可以把钱还上 献哥 献哥 我的前辈 主持人的前辈 献哥的丈夫沙翼参加过上一季的吐槽大会 很多朋友都记得 沙翼的代表作是《武林外传》 献哥的代表作是她和沙翼的两个孩子 对 就老有人说胡可没作品 我不爱听胡可 人家胡可的如意传马上就上了 马上就上了 对啊 是吧 胡可 到了那个时候没有作品的压力 就到了一能净身上 还有斯文 斯文脱口秀大会的表现太出色了 是吧 把夫妻过成兄弟的那个段子 挖在网上光微流传 你知道现在就是年轻夫妇去离婚 就民政局的阿姨都会劝 真的 离婚别冲动 对吗 先回去买个上架 不住一段时间试一试再说 还有两位 大家熟悉 喜爱 也是我熟悉喜爱的嘛 李戴和池子 我想提醒一下你们二位的身份和状态 好不好 上一季的吐槽大会结束之后 这一年呢参加了各种综艺 现在还算素人吗 不算 现在也不能算素人了 好 那么就让我们通过这一季的努力 见证他们两个 重新回到素人 好 谢谢了 谢谢了 大家先别笑 先别笑 现在已经网上已经开始有人说我了 说徐志诚脱口秀没什么实力 全靠脸 真的 听到这些质疑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还是个脱口秀花瓶 真的 我现在听到这些质疑的那种心情就跟那些爱豆是一模一样的 就我现在特别想跟你说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我就感觉就为了让我们双方我和爱豆都摆脱这种质疑就应该换一下 让那些爱豆来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去创造营当练习生 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 就是我在线下的时候 很多演员介绍我的时候会说我是脱口秀路寒 这个就是开玩笑 这个就是开玩笑为了喜剧效果 但是有很多观众他就当真了 就会有很多误会 有一次我在这个湖南 湖南那个卫斯大楼 湖南 湖南 我在这个湖南卫斯大楼 一个观众就认出我了 他就在那喊说路寒 路寒 当时所有人都在那里开始找路寒 我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 我说这可千万喊的别是我呀 结果就是我 他过来说 说路寒你给我签个名吧 你给我拍个照 真的 你在看旁边的看我的表情都懵了 说这不会就是路寒素颜的样子吧 啊 啊 耶 上 啊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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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得靠长相 接下来给大家聊一聊 就是我这个长相 可能靠不太住的一个领域 就是恋爱领域 真的我在谈恋爱这个地方 这个长相就不怎么占优势了 虽然我一直在想着 靠幽默来弥补 但我发现还是不够 因为有一次 我跟一个女生聊天 聊得特别开心 她笑得都不行了 但是她看着我 突然冷静了下来 说志胜啊 你要长得帅点该多好啊 我在高中确实很认定地 追过一个女生 我当时为了给她表白 我还特意写了一首长头诗 但她根本就没有发现 我这个巧妙的设计 她就没敢往那想 真的我的朋友 之后还给我总结表白 失败的时候 我朋友还给我总结经验 说志胜啊 该长头的不是诗 我还会耍一些 真的我为了追她 我还经常耍一些小心机 有一次我跟她 给她去买东西去外边 然后回来上楼之后 我就发现外边下雨了 我就想着 我要给她营造一种 我冒雨去给她买东西的感人场景 但我又不想下去淋雨 我就去水管那儿 开始往自己身上浇水 然后当思路路的我 出现在面前把东西递给她 我这时候一句话没说 扭头就走 留给她一个潇洒的背影 但没想到这个背影 不光潇洒还很干燥 还很干燥 就是我前面都湿透了 后边一滴水都没有 这个姑娘都懵了 说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你是跑太快了 后边的雨没追上你是吧 而且你在高中追女孩 那些女孩还会带着 她们的闺蜜来看你 当时我就在那个课间 给同学带上闹着玩了 然后我就看到她带着几个姑娘 出现在了我们教室门口 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就看见她 在那里用手指了指我 然后就传来了一阵爆笑声 当时我感觉还挺甜 她在笑 我在闹 虽然追女生确实很难 但我发现我的女生缘特别好 就是因为女生也很难遇到一个 像我这样的男生 就是能给她很多快乐 但又不用担心 自己会陷入爱情的陷阱 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规律 觉得这些女生 跟我出现的时候 一般都是结伴出现 就她们确实很喜欢 和我相处 但是又不怎么喜欢和我单独相处 所以我现在的心态 我也发现了一些变化 我就看到一些好看的男生 在那谈恋爱 但是又给不了 那个女孩快乐的时候 我就在那想 我说她谈恋爱 也没有什么实力 就是靠脸 她就是一个恋爱的花瓶 我们安心大家 我的足迟到 嗨 大家好 我是底灵热八 很高兴来到这里 跟大家一起跨年 我每年呢 其实都会参加跨年晚会 但我今年呢 特别想在海边跨年 所以前阵子 我就在问公司啊 有没有在海边的跨年晚会 公司说行啊 走 接着活儿啦 上海边啊 到了我才知道 哦 上海边啊 但我来这个节目 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这个节目 25号就跨年了 没准过两天 还能赶上正规的晚会 今年过得还挺快的 我呢也一直泡在剧组里 都被人叫劳模了 我从这个剧组里出来 我就发现 哎 这世界还真的是 变化挺大的 现在我是劳模 徐志平 现在我是劳模 徐志胜是花瓶 结果还挺好 发现这个喜剧天白 今年呢 还有个越播剧叫 你是我的荣耀 我饰演了里面的女明星 乔金晶 这个角色是我自己 很想演的 没有哪个女孩 不想演女明星 就连女明星 也想演女明星 但没想到 我一进组啊 第一场戏 就是在沙漠 那天风沙特别的大 我就在那儿 一直吃土 还好没有人拍到 不然以为 迪丽若巴又在 立赤或人设了 我就连沙子都不放过 我再来个 呸 呸 呸 的话 影响号又得写 震惊 女明星果然不是真吃 很好啊 很好 后来那场戏 大家都说 啊 乔金晶和于途 说的话都好甜啊 只有我知道 在这种环境谈恋爱 一个词形容就是 风 土 人情 一首歌形容就是 你吃风儿 我吃沙 于是我的荣耀播出的时候呢 腾讯视频都崩了好几次 嗯 当时还影响到了 脱口秀大会的播放量 这次 我来当面给你们道个歉啊 呃 你看我这不是 把带走的热度 又给你们带回来了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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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在剧里呢 老眼主动追求别人的女生 但是在现实中 对男生还真不是这样 我怕我一说 你好啊 对方说 我愿意 而且 谢谢大家 还没结束 电视剧的评论我也会看啊 有人说话真的很不中听 一直都在发 哎 别搞这种荧幕CP了 有本事你真结婚啊 我说这人管你也太宽了吧 一看头像是我妈 他现在给我打电话 总是跟我说 你快三十了 再大就没人要了 我说 妈 迪丽热巴怎么会没人要呢 我妈说 你再不结婚 妈妈就不要你了 我说 妈妈怎么可能呢 哪个妈妈不想要一个迪丽热巴呢 我妈还跟我说 你别光顾着工作 不然挣了钱 你也一个人花 没人管你 身边连个半嘴的人都没有 我说 妈妈 单身没你想得那么好 我妈就问我理想型了 很简单 就是帅 高 体贴 会做饭 时不时还给我点小惊喜 我妈说 女儿 对象没人家 对象没你想得那么好 我说 妈 怎么感觉你不是诚心在催婚啊 两个人相处很难的 我妈说 这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话是这么说 但是 段总 你们公司怎么就那么多没过来的呢 我觉得如果我结婚一定是因为值得 你看剧里那些值得的人 我全都解了个遍 现在回想啊 其实这一路还是挺感慨的 作为明星呢 还是要谨言慎行的 有一次接受采访 问我怎么保持身材的 我说 报影报时呗 结果 说我反而赛 哦 我这哪反而赛了 我这是开玩笑啊 只不过不好笑罢了 所以 我现在说话可小心了 可是我真的好想开玩笑啊 我现在只能收工了 自己躲在墙角偷偷地开玩笑 我说 啥 你说啥 迪迪热巴怎么那么甜 因为我们那周夜温差大 所以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 这个可以随便开玩笑的舞台 但是不开玩笑地说 我们演员真的很幸福 可以演航天员 运动员 警察 这些英雄 可以也体验到他们的生活 但只有他们才知道 其中真正的艰辛 你们才是我们的荣耀 谢谢大家 我是迪丽热巴